的工作清单 因为呢再过几天就十月了 所以呢我们就要看看说十月份都有哪些事情要做 那实际上来说呢 我之前也给大家这个工作表呢 十月跟十一 九月跟十月是放在一起的 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是在一起的 所以呢就是说基本上也是你的九月份的工作清单了 好那这个工作清单里面 包括了几个大项 第一个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敲定 敲定你最终的大学申请名单了 因为呢真的你再不敲定你真的来不及 你不可能再拖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真的真的要 就是说就是做 就是你现在就要决定你要申请来一段学 不能在那里 就是啊 就是说啊这个学校啊那个学校啊 就不能再再搞不清楚了 好然后呢 其实本来应该是十月 一号要交FAFSA助学金的申请表 那今年的FAFSA我们都知道又delay到十二月一号 但是有另外一个CSS profile的那个助学金申请表 那还是十月一号开访税还是要递交 然后呢完成你的主申请的文书跟活动列表 然后一大学要求的个别论文开始写作 然后提交提早申请的资料 我们都知道十月底好很多就是截止了嘛 好其实有一些学校更早截止 然后呢请学校的老师跟辅导员递交申请 递交请击单给这些学校好 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再强调这个 就是列这个申请学校的名单呢 一定要就是有这个Farrich 就是可能就是说Dream School 就是机会可能比较小一点 可是人总是要有梦想嘛 有梦最美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些是你想申请 你真的很想去 不管机会有没有你都要列出来 然后Reach就是说可能有点难 可是应该有一点点机会 Possible就是可能一半的机会 那likely就是机会还蛮大的 最后就是保底学校 在列这些学校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另外的视频是专门讲这件事的 你真的要面对现实 你不能就是说啊那个谁谁谁他很差 他也我比他好 所以那个他被录取了我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是保底学校 不能这样 像我每次都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曾经有一个家长 他是中国某教育局的局长 然后那时候人家介绍我 然后他跟我讲 他说麻省理工是他们的保底学校 我就很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因为麻省理工不可能是任何人的保底学校 我真的觉得不开心 所以后来我就拒绝跟他讲话 然后但是后来就我们的主任 还是继续take care他 后来他的小孩申请到那个芝加哥大学了 但是就是说你订这个订这个名单的时候 你不能说就是说像麻省理工哈佛 我申请保底学校真的不要不要讲这样的话 那他其实被那个芝加哥大学录取他也真的不是 就是说那个也是他的Far rich学校 他的申请条件也真的没有那么好 只能说我们的功力真的是很好 好 再来呢 就是从刚刚那个名单里头 你要挑出一些学校是提早申请EAED 好那我这边呢列了一个叫做smart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 什么叫做smart的提早申请决策呢 第一个要有strategy 要有你能够最大化录取率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你这样选 好你选这些学校能够让你的机会最大 然后申请到最好的学校strategy 第二个叫match 好就是说你的各方面能够跟这些学校是有相配 你不能一厢情愿的觉得说你很配 你要真的很实际的去看是不是很配 Application你能不能够及时的完成最佳品质的申请资料 因为提早申请也是非常的这个竞争的 所以你的申请资料要有很好的品质 而且你要在这个很快就要完成了 现在就是可能一个月 然后呢risk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冒险选择ED的学校还是保守的选EA 因为ED相对的有很多学校 他ED的录取率是比EA高的 所以你是不是会接受 就是说你最后可以 就是说一定要去这个学校这样的结果 你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选ED或者是你保守权 EA这个有点像在读 就是说你真的是要评估 最后就是选择学校的地点Territory 就是说这个学校的地点你是绝对可以接受 像有一些就是都没有去看 然后最后真的录取了去看那边就觉得说 哦我真的不想在这里过四年 那真的too late 尤其是ED 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先搞清楚 所以这是smart的一个决策 然后呢再来呢我们讲到那个助学金的部分呢 就是今年的发展是12月1号才开启 我已经讲了N次了 因为还是搞不定嘛 好但是你要准备好这些东西 设案号啊你的这个纳税啊 你的这个子女的抚养 就是你如果有离婚收抚养费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现金储蓄账号的这个余额跟这个投资的这个企业的净值好但是CSS profile就是这个私立大学的部分呢它是10月1号就开启了所以你可以从那你可以从CSS profile开始因为CSS profile很很难填的300多个问题但是你不填吗现在学费动不动就9万10万 你不填吗你还是乖乖的所以你很需要帮助嘛 所以为什么你需要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很难然后学费又很贵所以你就是需要我们嘛这个真的是不用我再解释了啦 因为你这个不是说万一失败就是损失几百块几千块 你这是四年下来可能就是三四十万的事情 所以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好那现在呢家长就会问那是哪些因素来决定我可不可以拿到助学金 现在的这个发傻的学生援助指数叫做SAI 好那其中考量到家长的收入学生的收入家庭有几口人现金储蓄不动产投资企业价值以及农场价值 所以这个呢是现在的考量这跟之前就改革之前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不要管以前我们就管现在现在就是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好吗 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12月他一开放的时候我们会有手把手带家长填表的这个就是讲座 那就是会协助家长把这个表格完成 但是这个是只限于我们自己的家长 HS-II升学规划的家长才能够参加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take care那么多人 真的是有一点技术上的困难 好那家长的最多的迷思呢 就是说第一我们收入不够高不够资格申请发赏 好那这个呢你要知道发赏他本身是没有收入限制的 所以你都可以申请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都已经没有申请到免费午餐了 我们怎么可能申请到助学生 免费午餐才多少钱 大学的学费是我刚刚讲过了 现在随便都是功利都是五万六万 私利都是九万十万一年 所以这跟免费午餐是两个概念 你就算是吃得起免费午餐 你不见得付得了学费啊 所以这个不是一码只事 所以这个就是迷思 第二个呢很多家长觉得说我申请了大 那个助学金就会让我的小孩不能被录取 还是算了 好那这个也是一个迷思 因为呢审核部跟助学金部门是不同的部门 而且呢如果这个学校它是属于need blind 就是说他助学金的申请跟录取没有绑在一起的话 它是没有影响 现在大部分的学校都是这样 你如果说你想要助学金我就不想要录取你 那这个讲出来多难听呢 对不对 所以现在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影响 然后呢很多家长觉得说 我想要自己英文很好 他自己填就可以了 说实在的 你就是乱填 你就是跟钱过不去 这个真的就是你不要乱填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事关重大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办法 再来呢 有些人觉得说 我朋友说资产不填就好了 就是可以用骗的啦 我跟你说 这个是联邦罪哦 如果你你就是说有虚假的讯息的话 真的会坐牢的 所以这个不能够这样子乱搞 然后最后呢 当然就是有些人不晓得 其实最后还是可以申诉或谈判的 这个就是真的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一个技巧 所以这个呢就是家长常常犯的迷思 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犯 好 然后最后呢 就是这个申请的文书的部分呢 这个月要完成 好 申请文书真的很多 好 有personal statement 有supplemental essay 有short answers 好 就是问你一些问题 所以呢 这个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某一个学生申请 就是十个学校 好 他总共呢 就是有42篇长短文书要完成 好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工作表 所以呢 你看你能不能自己做完 我觉得是这个workload是蛮大 而且呢 就是说 你真的不是把它写完 就算了 你要就是说有这个加分的作用嘛 所以呢 你要有回答问题 然后你的content要有内容 然后清楚表达 要有创意 这个呢 我们当然也有另外一集是讲这个的 所以我今天也不在这里讲 所以呢 这是大学申请文书的4C 真的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 就找一个英文老师改一改 我跟你讲 英文老师自己都不见得申请的到好学校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就是说语法的问题 或写的好不好的问题 真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打动审核员的心 所以你找英文老师不见得有效 好 再来呢 我也要提醒大家 当然如果你现在是12年级 可能你就比较迟了 其实高中期间的课外活动 真的是申请文书的重要材料 比如说你可能要解释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你做了些什么你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这些呢 不是凭空就可以跑出来的 所以你高中4年真的是要有规划 去累积这些材料了 所以呢 讲到这边呢 我想就是我今天有请一个嘉宾来 就是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因为呢 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 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有这个左跟右的考量 我刚刚讲过 就是他现在有一种 就是一条龙的这个思路 就是说 我对小孩的教育有所期待 就等于胡爸胡妈 就等于我想让他们上藤校 就等于他们会变左派 就等于他们会变同性恋 就等于他们整个完蛋 就是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很荒谬 很多人就是会这样子去想 甚至就是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自动淘汰那些顶尖大学 因为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今天想要 请这个 这位来宾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Jane 你可以开你的 CAMERA吗 哈喽 这个是 你好 老师 对 他是 Jane 他是 我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 其实他以前是我的家长 但是呢 我们现在变成是 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我们的这个理念 跟三观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呢 我真的要很谢谢他 因为我觉得在那个 COVID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事情 都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呢 我就是一直跟他讨论 所以呢 因为那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怎么一回事嘛 可是我们两个就一直讨论 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就是 有很多的沟通 然后把很多事情都想清楚 所以我这一点 我还是蛮谢谢他 他算是我的战友 对 那我为什么会请他来分享 今天的这个 我想讨论的问题呢 因为他是这个 首先他是一个资深的教育工作者 他也是差不多一辈子都在做教育 然后呢 他是这个 一所这个索斯兰基督学校的 这个学生发展部的主任 他非常关心他的学生 真的是照顾有加 然后他本身也去哈佛大学 上了这个管理跟领导的证书 所以你去哈佛上课 你还没有那个 就是变成这个LGBTQ 我想大家也想知道说 这个你的经验 然后呢 最重要是他两个小孩 我的学生呢 一个UC Berkeley毕业 一个现在UCLA三年级的学生 那他们是不是很左 他们跟就是间之间的沟通 会不会常常就是说吵起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长想知道 因为你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 那你是很怎么讲 很虔诚的这个教徒嘛 对不对 你们是天主教嘛 你们应该是天主教家庭 那你为什么会把小孩子 送去加州大学这么左的学校 我想你说藤校左 我觉得加州大学更左 我想我这样讲没有错 那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还有就是说你去上哈佛 管理政书 管理领导政书班的时候呢 是不是一直整天就一直灌输 你很左很左很左的思想 那你怎么会一点都不左呢 所以我就想听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经验 那我觉得你就实话实说 因为我也不是要鼓吹 大家都一定要去上名校 我觉得教育就是自己的选择嘛 所以你要怎么样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想让 就是说健来跟我们讲一下他的经验 就是他一路走来的经验 好吗 欢迎健 好谢谢Vicky 好 线上的各位家长大家好 我叫健 我在学校呢 家长都叫我朱老师 我是刚才江主任也介绍 我是Southnand Christian School的提高发展部的主任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什么 就是帮助学生提高发展 提高发展去哪里呢 其实我的目标就是让他们进最好的学校 那其实从我自己个人经历上来讲 我对左是有点恐惧的 那当我的小儿子就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们我两个儿子之间相差14岁 所以14岁他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那个环境下已经和那个当年的那个哥哥申请大学的时候 那个整个的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 已经差很多 所以我当时曾经有过一种恐惧 我就是说我希望我最后的选择 我没有办法才选择的时候才让他去游戏 但是不幸被言中的是呢 我们还是去了游戏 就是我自己认为那是很左的学校 那去了游戏之后 我有没有一些后悔 有没有一些恐惧 我想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如果说要把孩子从左和右来分的话 其实我的大儿子 天生就很左 因为他在我那个时候 他在还在幼儿园的时候 我们在中国 我带了一次我带他去看电影 在去电影院的路上遇到有很多乞丐在那边 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中年人 然后我一个都没有给钱 然后我儿子就问我 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不给他们钱呢 我说他们身强力壮 有手有脚 他为什么不去找工作 我儿子当时怎么回答我知道 他说这不就是他们的工作吗 以我们现在来看 其实孩子其实他从小就是有爱心 有同情心的 所以很多左的理念应该说是利用了孩子们的善良 非常天真和这样的一种那个公义的那种心 那到了美国之后 你要他左吧 他其实也左 我有一次在家里谈论我们家里有东西失窃的时候 我就说可能是邻居墨西哥人 在那边家里谈的时候 妈妈你这是种族歧视 That's racist 所以其实要左的话 不是说要说我的孩子如果左的话 他不是进了大学才左的 OK 所以那他进了大学以后 那当年就是说 我就从他小到小学 初中然后到了高中 其实他当时高中的环境 其实比现在还要好 温和很多 他当年是达摩巴 High School的那个基督教 那个Christian Club的那个主席 他社团有300多个人 所以我给弟弟看 当年他在校园里边为大家祷告 在那边preach的视频的时候 弟弟很惊讶 他说哇 哥哥弟弟也是去了达摩巴海 他说 他说哥哥当年的校园里边 他很惊叹的是两点 一个 他现在的高中校园里 不会有人在这里边做祷告 再有人在里边preach 第二个他说 所有的同学没有人在看手机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看手机吗 因为当年拍视频的时候 苹果手机还没有出来 智能手机还没有出来 在智能手机出来以后 整个的教育环境 社会环境 学生所处的那个环境 天翻地覆的变化 真的是狂轰滥炸的信息 在我们学生当中 你想他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 他们接受到的信息 都没有办法过滤 更何况整个的媒体都是极左的 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不能说孩子偏左的话 那是进了大学以后才左 这整个大环境所造成的 那孩子到了大学以后 我们有没有这份担忧呢 当然是有 虽然当年那个我的哥哥进 尤其是Berkeley的时候 如果说他的信仰的根基不是那么扎实的话 我不敢把他送去Berkeley 所以他去了Berkeley以后 他每次回来 我们都会问他 有没有 虽然那时候还没有那么Liberal 但是我们知道Berkeley向来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校园 回来我们都会问他 有没有人给你递大麻呀 没有 第二次回来 有没有给你递大麻呀 没有 第三次回来 我们还是要问相同的问题 有没有同性恋的人向你靠近啊 然后他就回答我们一句话 他说爸爸妈妈 那些人看到我 他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不会靠近我 所以他说了这句话以后 我们就宽慰了很多 所以不论你周围的环境 怎样的改变 怎样的左 怎样的不符合你自己的理念 但是你自己根基扎实的话 你是不怕的 但是我昨天 其实因为我今天要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昨天正好儿子在家 他是来San Diego开一个会议 那我就问他 我说Yan 我说Berkeley为什么会让你变得那么Liberal 他就笑了 你知道吗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我跟他理念之间是产生冲突的 不管在怎样冲突 不管在彼此再怎么不喜欢对方的那个理念 但是我们的沟通一直留在那边 所以这是个种子撒在那边 因为大学好好在哪里 大学尤其是顶尖的大学 他要教学生的是一个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 他就不是一个照单全收 我听到什么我就说什么 因为你能够进入这些大学的学生 他也不笨 本身并不笨 所以问题之所以他们做 我儿子昨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是因为现在的大学的整个的舆论环境不健康 他只允许一种声音发出来 而另外一种声音没有场合给你机会去发 我的学生回来也是告诉我这一点 我的学生不管是什么学校的 你看我有去UOP那个就是那个3加3 那个Pre-Dentist Program的那个学生 他回来非常出色的学生回来就告诉我 他说Mr.Ju你知道吗 可怕的是只有一个声音 所以虽然你他只允许一个声音 但是不代表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 所以你孩子自己独立思想的能力 依然是要有 另一个只要你根基扎实的话 你根本不在乎你的环境有多么左 那么在这样左的环境下的学生 有没有变傻呢 就像我儿子问我 他妈妈你是不是觉得我变傻 有没有变傻呢 不会 所以就在今年的话 我的儿子就跟我讲 他说妈妈 他说你放心 我现在告诉你 我百分之百的赞同你的理念 我现在是百分之百的保守派 为什么 是因为他走上社会以后 他自己经历了 他思考了 慢慢慢慢在说他有他的信仰根基在那边 最关键的是有一个X平台的存在以后 他得到了一些对称的信息以后 他开始思考了 所以他这个思考能力从来没有失去过 那就是他这个过程的 他的那个思想理念经历的这个过程 那我回过头来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 他这个学校里面 他这个学校里得到的是什么 的确 他之所以会左 是因为有些教授他很左 因为教授就觉得 我要传输给学生的是最先进的理念 最先进的理念就是要改变 那改变他不管现在保守的 适不适合改变 他就在那边一味的盲目的要改变 所以这个呢 有些课程他设置的也的确是很 也的确很左 儿子告诉我有一门课程 他们在Burkley非常popular一门课程 是那个克林顿当年的劳工部部长 是他在那边教授的 你说能不左吗 但是学生在这个环境之下 你学的 你去大学学的 不会永远都是去被你洗脑 那我就给你们讲三个故事 我儿子他告诉我 他在Burkley 他当时学是学物理课的时候 他的物理教授是谁呢 他的物理教授的老师 他的那个导师 物理教授的导师 是当年二次世界大战 在日本天空上 扔那个原子弹的时候 他是坐在飞机上 观察那个蘑菇云的那个人 所以你想想看 Burkley能够给学生提供的是 怎样的资源 那第二个故事 是他当年他在 他是有读Business School的时候呢 他要成立自己的网站 那个时候 他呢不知道 没有一个眉目 就是说障碍合上 摸不到头脑的时候 他就叫学校里去寻找资源 他说我要开设一个网站 我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需要有人能够支持我 学校里为他找到的是 Google Earth的创始人 单独给他开了30分钟的会议 给他一些启发 伊燕告诉我 在Burkley像这样的机构 一共有三个 他随时随地可以去寻找帮助 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 他当年毕业的时候 他就去了PWC PWC呢 他每一年 就是说在大学生的毕业季的时候 他会把世界各地的 他所有的员工都招到美国来 进行培训 那一年是在佛罗里达 进行培训的时候呢 培训到第三天 然后他这一组的导师 在培训他们一个软件的时候 他说他不是很熟悉 然后他就问下边的学生 说你们有没有人熟悉这个软件 那有一些手举起来了 举起来以后 然后他说 这个软件中间的 其中这一部分是很关键 做business consulting 很关键用的 这一部分有谁会 所有的手都放下了 只有EAN的手还举在那边 然后那一天的半天 是EAN给他的整个团队里边 做培训的 然后我就问EAN 我说EAN 我说你PW召去的学生 都是顶尖的学生 为什么 我说他们大学里没有学到 而你学到了呢 为什么你们博克里有学 他说这根本不是博克里课堂里学的 是我在成立这个社团的时候 他最后成立 他是那个business consulting的那个 President 那个club的President 所以他在带领学生 针刀石枪 他们接了很多项目 接Target Cisco 那个Wilts Fargo 他在大学里的时候 都接这些 已经是做这些consulting的 那个业务的时候 他发现他需要这个工具 然后谁都不会 是学校里给他提供资源 他说不仅仅我会 是我整个社团全都会 是学校提供资源来教我们 所以这些资源 因为你想想看 这些资源 他不分左和右 我想那个物理导师 他不是因为他左的话 他教你那个原子弹 指缘左边吧 他没有方向的 那教你那个网站的老师 电网站的老师 他也不会给你一个 你是左派怎么见 右派怎么见 所以就是说 你生存的能力 你求生的能力 你走上社会工作的能力 这方面的资源 顶尖的学校 他一定是有他的要求 所以我就觉得 好多时候 包括那个巴菲特也是 巴菲特当时 哈佛大学没有录取他的时候 他哭啊 最后他是被那个 去了哥伦比亚 然后离开哥伦比亚的时候 他赞叹的说了一句 他在哥伦比亚遇到了 那两位对他来终身难忘的教授 在这个领域里面 最顶尖的两个教授 那两个教授 不在哈佛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 这两个教授 我巴菲特不是今天的巴菲特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不要提到一个大学的左 就像洪水猛兽一样 我们要把这两个要剥离 就是思想意识领形态的东西 是可以给学生独立思考 慢慢让他自己去领悟 慢慢让他自己成长的东西 而且你自己信仰根基 在遇到黄蜂暴雨的时候 你的根基会更扎实 而你很多就是技术领域 你自己工作能力方面的 信息方面的东西 而这方面大学能够提供你的资源 不要因为思想领域 你觉得担心他左 而你去放弃这些 我觉得这两者 不是一定要绑在一起去看待的 好吗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 个人的一些见解 那我们 我也希望我们家长 智者见智 仁者见仁 用你们自己的判断 对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 而且呢 我真的要讲 就你刚刚也提过 其实所谓的左就是这个自由博爱平等 他们的根基是这样子 其实是没有错的 其实还挺好的 只是可能后来政治化了之后呢 就变成越走越歪 就变了掉了 所以我觉得孩子他们有这样子 左就是所谓的这个左派思想 就我刚刚讲的自由博爱平等 是没有错的 其实也是一种 就是说因为我说实在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比较自私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说 政治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不是说左就是错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也是要 就是说真的也是要讲 然后再来呢 就是说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去读了 哈佛大学管理领导证书 反这个我相信就是在告诉你 怎么管理一个学校 那他有没有一直把你往左边拉 叫你要那个就是说 很左的去管理学校呢 所以所以当时就是说 哎呀看到哈佛大学 一些负面信息的时候 Vicky都要来开我玩笑 哎这是你的母校 这是你的母校 但是我当时去学的那个 那个education business 那个school的时候 我整个的三个月的课程下来 从头到尾 就是说除了就有带到一点 就是有平等的那个课程以外 也是对于学生的平等 在整个的教育理念培训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非常客观的就是告诉你最先进的管理理念而已 一点没有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多人就是把他妖魔化了 真的太恐怖 其实像我自己本身 我跟哈佛大学校刊的那些 就是有的是就是工作人员 有的是学生 就是长期合作 我们常常开会 他们一点都不会讲到那些 所谓很左的议题 他们自己本身也不会 就是说不会很偏执的 一直去拉你去左边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 因为说实在有很多左派的言论可能比较大声 所以可能一个学校里头 左也是一部分的人 那他们可能比较大声 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学校就是只有一种声音 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这样的 像我自己的小孩 因为那个Jane的那个Ian就是很可爱 他今天知道妈妈要来上我的节目 还跟妈妈讲说 你可以跟大家讲说 我以前很左 但是我现在就是类似有点犯傻 但是我现在改过来了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自己的小孩也是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跟你讲的一模一样 就是进入社会了之后 自己赚钱了 因为你想要把资源分给别人 那是说你还没有出去赚钱 那个钱是你爸妈的 你就想要分给别人 可是当你自己去赚钱 你就真的每一分钱都不想要分给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要靠时间的 那个就是熏陶 然后社会的熏陶 交的痛了 然后政府看到 你把他交的税的钱乱花 他就更心碰了 所以自然而然就醒悟过来了 对自然 像那个Ian也说要搬来德州 我觉得很好笑 这个真的就是 所以我们已经走过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体验 那另外一方面我想跟你探讨 就是说呢 因为你们学校就是基督学校 就是说现在家都很左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刚才看了一个视频 是有一个小朋友要去上那个幼儿园 然后妈妈就跟他提醒说 你是男生 你不是女生 就是一直提醒他这样子的事情 那你们学校有没有因为现在家都很左 然后就把小孩子就是干脆就不要上公立学校 带到你们学校去上 那你们学校对于这种很左的一些像性别教育这些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所以是有 因为我们的确就是说像本地的家长把孩子送来我们学校 真的一个是因为信仰的那个 他们更在乎一个孩子生命的成长 还有陆陆续续有一些家长送过来的话 就是他们开始明白公立学校 他们在教一些什么的时候产生的一些恐惧 在我们这边其实孩子 学校最担心的就是你在使他这一些 他自己都还没有成人 很多理念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学校硬性地换出他一些 让他终身后悔的一些理念的时候 这是家长最担心的 我们学校就是说因为基督教学学校 我们在青春期教育的时候 我们的青春期教育最从开始的时候 六年级开始 所以我们教什么 我们是教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有家长在桌上 坐在边上旁听看我们一起的 是有家长在边上看着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说就是说 我只是告诉你我教什么 我让家长一起来参与 所以这家长是百分之百 对我们这个是有放心 我们是达到共识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教材都是家长认可的 所以家长可以百分之百的放心 这是为什么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 用来私立学校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所以现在好OK 结论就是说呢 不是进了大学才做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社会的这个氛围 社群媒体基础教育都已经整个做了 所以你觉得说你因为这样不要哈佛 不要长春藤 不要顶尖大学 你这个不是办法 而且你这个也没有道理 我上次不是讲过吗 我有一个学生 他是自闭症 研究人中自闭症 三十几岁了 没有读书 没有上学 然后每天关在家里跟他妈妈 也是一嘴的左 也是一直不停的讲他的左派理念 他是一个没有没有跟外界没有接触的人 好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像健讲的我非常的认同 独立思考能力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别人讲什么 那你都听 然后你自己去判断 而不是说就是说 一味的把小孩子关在一个没有细菌的空间 无菌室 那他到时候一走出去 他就整个就是会感染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 那很谢谢健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然后我真的很高兴跟你结缘 然后我很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陪我了解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对 但是其实Vicky我一直很谢谢你的 因为我也想跟家长们 我一直很感谢Vicky的是 当年在我最困惑的时候 是我的儿子是很迷茫 申请大学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找了十几处机构 我找到了那个哈佛全方位 也是因为这样跟Vicky有结缘 所以就是说是临门一角是哈佛全方位 把我儿子踢进去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 谢谢你 有缘啦 有缘那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缘 那很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然后呢希望你们家Aaron也能够将来 我知道宜艳现在很有成就了 那我相信Aaron以后也会很有成就 然后到时候感谢 谢谢 OK 好 拜拜 拜拜 OK 这个呢是建你的分享 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好吗 好 那今天呢主要就是讲十月份的这个工作清单 然后呢就是说要提醒大家这个阶段的提早申请 要赶快做好你该做的东西 然后再大部分都是十月就截止了要送出去 然后呢如果你不想要输的莫名其妙呢 就是不要太晚开始准备 然后呢也不要乱选申请学校的名单跟专业 不要错过提早申请 不要不申请助学金 好 当然不要就是说没有找更确的指导 然后呢也要提醒大家 成功的申请资料不是只有文书 而是所有的细节以及策略 所以呢你需要专业的辅导 这个呢是我们非常骄傲的榜单 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业界 十几多十几年来就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榜单 好像刚刚那个建长的他儿子 Yussi Berkeley我们进了一千多个 好那这个秋季呢除了我们自己的秋季的一些课程 包括学科高初高中的这个学科SAT评分之外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课程是加州大学证书班 从10月26号开始 这个是一个加州大学的教授来教我们的学生运动行销 Sports Marketing跟社群媒体的这个魔力 就是怎么样利用社群媒体去做行销 特别是在运动这方面的行销 那这个呢是蛮深入的一个了解业界的一些很多 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知道的事情 因为这个老师是非常专门的 他在这个业界有很久的经验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程 那也希望学生呢可以永远参加总共是八个小时的课程 然后完成之后可以得到一张加州大学的证书 所以这个呢是推荐给大家我们秋季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程 好那另外呢我们有这个就是一个慈善基金会 Compassionate Scholar是可以颁发美国白宫总统义工奖 那我们上面有30几种义工项目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会筹募那个就是Pasadena Rose Parade 就是美国花车大游行的这个义工 所以呢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慈善基金会的义工项目 推荐给我们的学生 那如果说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呢 可以联络我们的总校张主任 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晓得小孩子现在的状况 你可以联络张主任做一个免费的评估 那这个是我今天所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顾问呢 都在洛杉矶参加NACA就是美国这个全国大学申请协会的年会 所以呢今天没有顾问来回答他的问题不好意思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那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留在下个